好 各位好 我是小新 那么上周新的iPhone发布之后呢 大家对这几台手机的关注度呢 依然是非常高啊 那么这次发布的几款新的iPhone呢 全部都支持了5G 而且呢 外观设计也是回归了 我比较喜欢的那种直角边框的风格 那么前几天呢 苹果也是开放了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的预售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成功预定的 发布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也欢迎在评论区或者说弹幕上的留言分享 那么今天呢 我也是有机会能够提前上手这两台手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呢 具体的上手感受以及各自的亮点 那么外观上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iPhone 12系列的四款机型呢 都变成了方正的边框 那么正反两面的玻璃呢 被包裹在金属边框里面 不同的地方在于 iPhone 12的边框呢 是航空级铝合金 有一种磨砂的质感 那么iPhone 12 Pro呢 则是用了手术级的不锈钢 并且呢做成了抛光的处理啊 光泽感更好一些 那么在机身颜色上呢 今年iPhone 12保留了五种颜色 取消了iPhone 11的黄色 用蓝色进行了代替 不知道这五种颜色呢 各位喜欢哪一个 欢迎留下你的看法 那么iPhone 12 Pro呢 则是有四种颜色 那么11 Pro系列的暗绿色 被改为全新的海蓝色 看起来更加深邃 而且呢 今年的金色呢 不再是那种含蓄的玫瑰金 那么配合上这种抛光的边框呢 还是很耀眼的 不知道这四个颜色里面呢 各位比较喜欢哪一个啊 反正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海蓝色的iPhone 12 Pro 等时候以后呢 再来详细跟大家分享 那么屏幕呢 几乎可以提供所有的交互和反馈 所以说一块好的屏幕 对于手机来说呢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今年iPhone 12和iPhone 12 Pro呢 都采用了超湿网膜 XDR的屏幕 并且呢 在屏幕材质上 选用了苹果最新的超磁金面板 那么这会让手机的抗低落性呢 提升到了四倍之多 那么除此之外呢 iPhone 12和12 Pro的长宽高呢 是完全一致的 屏幕尺寸也是一样 都是6.1英寸 所以呢 这两台手机的屏幕的边框呢 也是一样宽的 已经购买了iPhone 12的用户 是不是要大喊一声 真香了呢 那么这种视觉观感呢 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那么在iPhone 12 Pro上 这块超湿网膜的XDR屏幕呢 能够给用户带来 800nit的全局亮度 在播放HDR视频的时候呢 甚至可以达到 1200nit的这个亮度 依然是处于目前 手机行业里的顶级水准呢 可以让用户在观看 高质量片源的时候呢 看到更多的细节 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 那么除了屏幕以外 今年几台iPhone的最大升级呢 就是相机部分了 iPhone 12呢 延续了iPhone 11上的广角 加超广角的配置 那么两颗摄像头呢 都是1200万像素 广角的光圈是F1.6 超广角的则是F2.2 那么iPhone 12 Pro呢 则是在iPhone 11 Pro的 三摄基础上 加入了iPad Pro 2020上的 那颗Ladar传感器 可以让手机呢 在弱光的环境下 对焦速度比之前提高了6倍 那么关于更加强大的 iPhone Pro Pro 格式的拍摄呢 苹果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呢 才会开放这个功能 那么在视频拍摄 这个苹果的传统强项上呢 这次也获得了大幅的提升 iPhone 12 Pro 可以直接在4K60帧的规格下 拍摄10bit 4R2 杜比世界标准的HDR视频 这在专业的摄影机上 也并不多见 所以说足够证明 iPhone 12 Pro的强大之处了 那么另外 由于加持了A14仿程芯片 所以不管是iPhone 12 还是12 Pro 都可以在一些需要 调用大量系统资源的游戏中呢 获得不错的表现 不管是游戏的画面细节 还是流畅度 都可以得到保证 那么性能方面呢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千呼万万使出来 iPhone终于也有了5G了 不过呢 为了保证电量的使用情况呢 苹果在设置赛单里 还加入了自动5G的选项 可以让手机呢 在不电用5G网络的时候 自动退回LTE网络 这门卡槽的位置呢 被挪到了机身 左侧边框的下方 这应该是主板内部设计呢 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动吧 那么在配件方面呢 这次MagSafe的回归呢 也是让很多人眼前一亮的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功能 那么无线充电器呢 可以很牢固的 吸附在手机背面磁铁的区域 那么套上保护套之后呢 也是一样 而且呢 在把不同的保护 可安装到手机上的时候呢 还会触发不同的这个特效动画 根据手机壳的颜色呢 自动切换主题的颜色 这个看似玩笑的话 没想到在iPhone上 已经可以成真了 那么MagSafe还可以给iPhone12 以及iPhone12 Pro 提供最高15瓦的无线充电 而且呢 这个圆形的无线充电器 还可以随意调整方向 所以呢 还能实现一边无线充电 一边玩游戏的使用场景 也不会挡住手指 耽误你的游戏操作 这对于喜欢边玩游戏 边充电的用户呢 也算是福音了 那么大家喜欢这个配件吗 欢迎留下你的意见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iPhone12和iPhone12 Pro的 快速的上手体验分享了 那么由于这次体验的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更加深度的体验 更多细致的功能 等我买的这个零售版的iPhone12 Pro 到了以后呢 我们在详细的体验之后 再来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也欢迎大家关注我各个平台的账号 我会随时分享 关于iPhone12 以及iPhone12 Pro的一些信息 那么也欢迎大家转发评论 支持一下 以及一键三连 这都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了 好 感谢各位 我是小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